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在兩個不同的借池 就是介面商業 電廠跟磁場的連續條件 就是說我們以後所碰到的電磁桌 在介質裡面傳播的時候 這個介質不是單一的介質 不是一個空間大的介質 而是可能有好多種的介質 當波傳到不同介質的介面的時候 它從一個介質到另外一個介質 這個時候如果要穿過去 它必須要保持邊界上的連續條件 就是說你在介質1的電廠跟介質2的電廠可能不一樣 但是當這兩個區域的電廠靠近介質介面的時候 應該是一樣 那麼我們首先就看 我們看這裡有兩個介質 這條線就是區分上面是一種介質 介質的介質 它的電容率是A2 下面這個電容率是A2 兩種介質 當我們電視波 比如說我們從這個地方進去 然後呢 我們第一個介質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直線 一直線 它可能是一個 好像有折術的現象 那麼 這個低彎跟低度有什麼關係呢 在這裡可能不一樣 在介面的時候 介面的時候 我們說它有一部分很一樣 那麼我們現在 你怎麼知道在介面上面 它什麼東西是 什麼性質是一樣呢 那我們就看看 Electric Dispacement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性呢 那這個特性呢 就是我們所學的 Maxwell Equations 這個電腦 都不好 這個是一個圈圈 一個封閉面的積分 那 低能位提 封閉面的積分 要等於 這個封閉面裡面 所包含你的 Free Charge 它的Next Charge Free Charge 就是Next Charge Next Charge 就是它可能有正有負 定格分布在裡面 但是它們可以加加減減 最後 你得的不是正就是負 要它就是零 我們利用這個高師定律 那麼我請各位回去 把高師定律再呼吸一遍 有沒有呼吸啊 有沒有呼吸啊 高師定律用在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用高師定律 求電場或者求 什麼時候 高師定律不管什麼狀況之下 這個都成立 但是你要用它來求電場 或者是電位移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這個電荷的分布 要有某一些對稱性 就是某一些對稱性 也如果這個毫無對稱性的電荷分布 你用高師定律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電場 或者是電位移 激分出來 那麼現在我們要用這個指 那用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首先要做一個高師面 做一個高師面 高師面呢 它是什麼形狀的呢 你要看翻電荷的分合 是哪一種的對稱性 那麼我們現在假定 這個 這個高師面 它的面積很小很小 叫Delta A Delta A就表示這個面積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的面積裡面 如果有電荷的分布 我們可以假設它的密度 幾乎是均勻的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的電荷密度 跟這個地方的電荷密度 差不了多少 那當這個 Delta A approaches 0 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所取的這個面積是 小到無窮小 就是說你說它有多小 它必定說它還要小 那幾乎距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分不出 這個地方的電荷密度 跟這個地方的電荷密度 有什麼差異 如果你還能分得出來說 這裡的電荷密度跟這裡的電荷密度不一樣 那就表示你這個高師面這個標大A做的不夠小 不夠小 你做很小很小的高師面 很小很小的高師面 為什麼說很小很小呢 因為這個是兩個戒指的戒面 戒面 那我們現在做的這個高師面 必須要摘到這個戒面 摘到這個縫裡面去 兩個戒指當中會有一條縫 它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假如我們做的是一個圓柱面的話呢 那你這個高度 delta h 就是要 應該是 approach 是這個 幾乎是零 你才摘得進去 不但這個要是零 那這個是零 周圍的這個曲面 高度 是零 這個面積也幾乎是零 因為這個面不見得像我畫的這麼平 兩個戒指的界面哪有說一定是很平的 可能是彎曲的 如果是彎曲的話 你這個很大 就是平面 你怎麼塞得進去啊 這樣進去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在這個前提之下 就是說 我們做的一個高師面 我們做的高師面 這個上底跟下底的面積很小 那麼這個高度呢 upload to zero 好 那麼這個高度是 我們把這個 上底跟下底之間分作兩半 一半在面的上面 一半在界面的下面 這樣 OK 就對稱了 就是說 上底跟這個面的高度 跟下底去這個面的高度 一樣高 好 那現在我們就 把這個高師經略 左邊這個 封閉面的氣氛就展開 它展開的時候啊 又是這個封閉面 那這個封閉面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面 它等於三種面合成 第一個就是上底 第二個就是下底 還有一個就是彎曲面 三個面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三個面的積分 相加起來 它就是封閉面的積分 第一個是上底 上底是D1 D1就是這個面上面的一個小小的面積基數 面積基數 面積基數 我們都知道 它的正方向就是 如果是封閉面的話 像Y也是正 所以D1 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說 這個本來就很小 D1其實就是ΔA 好 就是ΔA OK 那麼 它就是D1.DA1 是跟這個面要追直 這樣子上去 這樣子上去 我這個面要畫出來 然後再加下底 下底是D2 是進入這個面 進入這個面 而D2卻是要出來的 從這個面從出來 再追直出來 D 這個 曲面上面的 Electric Displacement 有的是D1 有的是D2 我們不管 它們就叫做D 倒是DA DA就是這個曲面上做的 一個 面積基數 它是跟這個曲面 垂直 那就是半性的方向 OK 那現在我們就來把這個計算 記起來 因為 DA本來就 DA1本來就很小 就是Δ1 所以 DA1 它的方向是 超會 所以它就是 N2乘DA1 這個方向 所以它就是等於 D1 D2 D2 第二個機會 D2 D2 是進入的 DA2 是出來了 它的方向是 負的N2 DA2 所以 它是進去的 它是出來的 所以 我們說 這個面 DA2 的方向是 負的N2 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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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這個 曲面的面積 因為它的高度是0 所以它沒有面積 沒有面積 它的面積就是0 所以就沒有Flux了 於是 我們就把這個數 整理一下 兩下把DA提出來 底頭就變成D1.N2 平革仁 G3 平革仁 G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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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它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自由電車的密度乘上加擺力 意思是兩邊把delta可以約掉 就變成N2.CoV D1-D2等於sigma s 這個事情一定要記住 這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連續體來的界值 我們看幾種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界值 它都是理想的界面值 就是理想的絕緣體 既然是絕緣體 那麼它的界面上面就不會有自由電荷 自由電荷呢 是在一個導體裡面可以自由運動的 你電荷朝哪裡? 那麼它的電池就受電荷能力 它就朝哪裡運動 那麼因為它都是借電池了 所以沒有自由電荷的密度乱化 那麼這個等於0 於是 這一項 這個 這個 要等於0 因為 因為這個是 這個 這樣子 在等於 你開始說 N2.Do 這個東西等於0 那麼 或者說 我們寫兩個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然後在這個等於0 於是D1N 到等於D2N 那就是說 當這個 兩個都是借電池的時候 它界面 界面上方 這個界面 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 它貼近這個地方的 這個 Electric Displacement 跟貼近這個 界子的 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的 Normal Component 要連續 它不是從這裡 就是從這裡連續 它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 你這個界子 跟這個界子 在這個地方 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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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電位也一樣 有一個特性 就是 Normal Adress Normal Component is Continuous 這是 兩個都是界電池 第二個 如果 戒指一 是 理想界電池 戒指二 為理想導體 理想的導體 所以沒有電池 戒內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個 理想導體 啊 理想導體 就可能會有自由 變合力 你不能說它一定等於0 那麼 你不能一定說它等於0 它就 不等於0 那這個時候 不可能不等於0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看這個不是0了 然後我們再看這兩個 D2呢 它是 E2 D2 是 E2 成在 E2 成在E2 就是電場 電場 那麼電場 E2 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第二個界定裡頭的電場 它是理想導體 各位在 普通物理中學過 理想導體裡面 有什麼特性呢 理想導體有什麼特性 內部 有什麼特性 理想導體內部不會有 會有靜電荷的生物 只要有靜電荷的生物 只要有靜電荷的生物 它一定生物在 全部生物在 導體的表面 不會在裡面 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表面上面 會有電場 但是這個電場呢 畢竟是 跟這個表面要垂直的 這是導體的特性 那現在我們去看這個 這是內部 內部電場等於0 電場等於0 內部是0 這裡都是0 好 那麼 因此 一粗也就是0 一粗也就是0 一粗也就是0的話呢 那於是 我們就說 這個是0 那就變成 N2.1 標改於C 所以 如果一邊是導體 一邊是理想借電值的話 一邊是理想導體 一邊是理想借電值的話 那麼 它的連續條件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說 你看 這個Dy就是跟這個表面 處理值的 處理值的 這個 這個電場從哪裡來 就是這個 表面上自由電荷的產生呢 它是這個電子的 這個表面 跟這個表面 處理值的 對不對 那於是 我們就說 Electric Exploration 和這個電分移居的量 在 線值 和界線上的連續條件 就是 你記住這個 然後 把這個條件記住 還有這個條件記住 然後 還有就是 你就 得到 他們的 連續條件 應該是 所以 你這樣 這個事情要記住 才會寫出來 因為 一出等於零 那麼 由這個 薩拉蒂進去 我們知道 當這個等於零的時候 呢 B也是零 人的理想導體的內部 不當電場等零 磁場 也等零 那內部 這以後不用到 好 這個是 我們看的 這個是 好 再來 好 這個 第二個 剛才就是 Normal Direction Normal Component 那麼 它的 切線方向怎麼樣呢 Tingential Component 又是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想 有一個 特性 關於電場的特性 這個 是什麼 這是一個 圈圈 這就是 積分的 法拉第定律 對不對 積分的 法拉第定律 我們用的 你用來解決問題啊 我們都要根據這個定律 你不能 不為自己 發明一個 夢迪七八 就發明一個 什麼東西 一定要根據定律 所以你要 證明的時候 你首先 就是要講出來 我根據什麼定律 因為這個定律啊 全世界的人都認了 你講都知道 他有這個定律 然後我們就要用這個 法拉第定律 用法拉第定律啊 跟用坑培定律 的步驟 是一樣的 因為這一邊是一個 封閉入閉的氣氛 他也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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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什麼地方呢 要用在 有這種 對稱性 什麼磁場的分布 有對稱性才能 沒有對稱性 沒有對稱性 很大 就是 指定律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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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要做封闭路径的积分 要做一个封闭路径 要根据它这个地方的磁场分布 我们取一个封闭路径 ABCD 这个长方形的封闭路径 ABCD是跟界面平行的 它也要是很小分枪 DELTA L就两次了 很小分枪,为什么很小分枪呢? 因为你这个路径 不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不是这么大 它塞到这个缝里面去 它是两个界面的 两个缝里面 所以,你这个要很小分枪 你才能塞进去 因为这路径是一个平的 然后,这个高度呢 也是要距离它 push 之类的 叫你才能把这个封闭路径 塞进去 塞进去的结果 因为这个 我们就说下ABCD 而这个 这个是说 它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还是有一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好 尽管 这个 子通 比如说 子通是这个方向 进入 进入里面的方向 那么 可能这个跟这里不一样 但是我们说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 所以它 在这个里头的 变化 我们可以忽略不起 就当作是一个 抗弦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边 基本 封闭路径的结果 我们分成四段 AB A到B 然后B到C 然后C到D 然后D到A 这样 好 E1 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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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路径上面 取的一个 路径激素 长度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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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element 那 先看这个 E2 就是C 在B E2 是这个方向 U E2 E2 是这个方向 E2 E2 DL 它是什么 C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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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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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四段積分分別的積分 這兩個積分是零 為什麼呢? 因為delta h approach zero 這兩段DL 這兩段DL 就是delta h,就是零 線段長是零,那線之中就是零 所以就增加這兩段 E2,我們說 E1,這個方向 DL1,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什麼方向呢? 就是delta h,就是ag 我們聽ag,就是切線的方向 好,這個呢 你看,E2 它的DL2,它是這個方向 它是跟它相反 所以它就是負的 AT-L 然後這個,加起來 我們這兩個是零的 我們看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叫做E1的tangential component 這兩個方向 就是E2的tangential component 那就是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再看它是右邊 右邊 右邊 它是 就是持長的時間變化率 乘上這個 這個面積的DL 這個DL 這個DL是ABCD 這個面積裡面 所取的一個面積基礎 因為這邊 這個長度是DL 它是帶到鳳裡面去了 因此整個的這個面積啊 幾乎就是零 所以 磁場 就算你進去的 或者出來的 經過這個面積的Flux 也是零 所以 左邊是這個 右邊是零 於是 這兩個相反 這樣 兩素相反 我們就叫做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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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兩個 界面上面 電場的切線分量 一定相連續 它沒有條件 不像我們剛剛講 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的Normal Component相連續 有條件 要看它的Sigma F 這個 是有條件 這個 要記住 記住 我們下一張就要用到 這一張會不會有個 有立體 我們也要用到 現在我們來看 磁場 跟磁場強度的 連續條件 我們先來看磁場 我們先來看磁場 這裡有兩個區域 這裡就表示了 磁性的物質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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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容率 電容率 要看磁場 你要看這兩個地方 磁場 會有什麼關係的話呢 你就要知道磁場有什麼特性 磁場有什麼特性 磁場有什麼特性 可以去Maxwell Equation 所以說 穿過一個封壁面 從封壁面 鑽出來的總磁能量 或者是鑽進去的總磁能量 一定是零 因為磁場有什麼特性 磁場有什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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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它跟電力線不一樣 電力線是從正地核發出來 而止於負結核 但是我們的磁 磁 磁殴或者是磁鐵 它始終是正地負結 並存 所以它的磁 它的磁能量 它的磁壁性一定是封閉的 要看封閉面的磁通量能力 要做一個封閉面、高磁面、高磁面 我們也是要根據這個磁場的封閉 不過我們如果這裡做一個磁壁面 很小很小很小 就保證說它這個磁場 這邊跟這邊沒有什麼差異 我們還是做一個高磁面 小的不得了 它是一個扁平的一個圓注定 它可以塞到這個磁裡面去的 它的條件就是ΔA 上底下底的面積要很小 彎曲面的高度要靠去 這個時候你再塞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做一個Normal 就是一個法性 假定在這一點 靠近這個界值 它的磁場值必出 靠近這個界值的磁場值 B1 那 我們始終把N2 用N2來表示 以後這個N2 比如說 我們有 理想導體 第二個面 第二個部分 解釋當作是 異想 有理想導體的話 我們把它當作是第二個解釋 好 現在我們把 這個磁場面的面積分 分成三個面積分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模一樣 就是0 那就是 正面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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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0 等於0 那就是 Bn1 要等於 Bn2 2個磁性物質界面 磁場的 法現分量相連續 Normo component 相連續 這個是 關於磁場 Bn2 再來 我們要看H場 這個 剛剛講的是 Normo component Tagestion Concurrent 是怎麼樣的 從剛剛那個式子裡面 沒有辦法 從剛剛那個式子裡面 沒有辦法 從來 剛剛我們用的是 高式地步 好 那我們另外再找關係 這個什麼式子 這是一個圈圈 這是什麼式子 這是什麼式子 這是一個圈圈 這什麼式子 這是一個圈圈 這是什麼式子 你現在要把 Maxwell equation 你一定要認識很清楚 它變化多端 無論它怎麼變 你一看就知道 這是Maxwell equation 這個就是什麼 Ampair's Law 再加上 Maxwell的追管 對面 就是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Flux 的時間 變動力 好 好 那 我們現在用 按個定義 它要有一個什麼 風力固域 那我們就做一個風力固域 也是一樣 ABCD 長方形 我們要把這個 長方形的路線 塞到這個樹裡面去 讓我們 可以的 統一到第一 正方形 在這個 上方這個戒指的表面上面 那 C到第一 這個路線 正方在下方這個戒指的表面上面 這樣 這樣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送B路徑的積分 就等於四段路徑的積分 A到B B到C C到D D到A 那我們剛剛 我們講的那個 電腦切切分量 一樣 那麼 我們取的是 A T 這個方向 那麼 某個方向 N 就是N N 就是FIRT的結智 它的表面的 法線方向 那麼 這個加起來 就是FIRT 因為這兩項 等於零 就剩下這兩項 因為這個 從A到B 從B到D 本來就是小的分量 所以不要積分了 就直接變成FIRT 這個是 AT FIRT 從這裡到這裡 是負的 AT FIRT 就是 加起來 就是這樣 那麼 我們可以把 H1 T H1 H1 T Tangential Component 這個DOT 就變成 H2 T H2 T Tangential Component 好 然後 我們再看 等級 右邊 F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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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F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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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H FIRT F Fra 表面上,每一公尺有所法案等於0 因為dA等於0,這邊等於0 整個面積都是0,再取dA等於0 把這兩項帶左邊,這兩項帶到右邊 於是我們會找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個數字,你把dL預約掉以後 它就是H1T-H2T等LF,以及這個也可以 如果我們把它寫成向量的話 你看這個LMF,我們假定像我XX的方向,就是進入螢幕的方向 那麼H1,H2都是這個方向,N2是這個方向 你是因為來一個人講,N2 cross H1,所以 你看看,N2 cross H1,對不對 那麼N1,N1 cross H1,N2 cross H1 N2 cross H1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用向量的表情 向量,你要把這個記住 好,現在 現在,你現在把這個記住 今天,你講的這個,你不要翻過奇蹟卡 這樣,不重要 非常重要,在電磁學裡邊都用了很少 但電磁波裡邊就用了很多 好了,現在我們去看,這個連續條件 跟LMF有關 於是就要跟LMF了 如果兩個界點值 兩個界點值 上面跟下面,都是導體的話 都是導體 都是導體的話 它就無所謂表面電流了 好,你電流就是整片都有電流進去 這個整片也有電流進去 那你這個,這個沒有什麼表面電流 表面電流是什麼 單位長度,在一公尺裡面有多少N2 但是,我們這個一般的這個 這個Current 是這樣進去的 它的Current density就是 單位面積有造造感的 所以,你這個要記住以後 我們在講連續條件的時候 你需要考慮到這個 如果都是導體 兩個都是導體 就無所謂的表面電流 才能根本 settings 1 could be farther是 一個 這個叫做 你這個看市裡 會 variance H1T mínimo H2T H2T 这个是N2H1 这个就是H上的切剂跟这个面相切的 如果这样它是跟这个面相切的 如果导体2是理想导体 导体2里面是理想导体 刚刚这个是导体 这是导体 现在是理想导体 理想导体的话 里头没有电池 我刚刚说的 时长也有导体 因此H2就是 反正是导体 N2XH1 要等于11S 你看,两个都是导体 只是导体 里头都有电流 于是没有什么表面电流 没有什么表面电流 但是这个是导体 它整个有电流 它的表面可以说 也没有什么导体 没有什么表面导体 表面电流 但是这个是理想导体 它里面没有电流 所以电流 论有的就是在这个表面 它的表面就是两个导体的界变 这个要记住 7月7月要记住 这个就 我们下面一张 这个答案 好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 连续界面的连续条件 再来我们就要看到 两个面集了 今天有时间关系 我们拿去讲 先讲到这里 我们提醒一下 你们回去 要把第二章做一个整理 来整理一下 从nextual equation 怎么样的导出 导出 inhomogeneous spectrum helloge equation 然后怎么样的导出 homogeneous spectrum equation 然后解这个homogeneous 我们是 我们知道 因为电厂跟职场 它都是十斜形的 time how much more 我们可以把space part 跟time part 把它分开 所以我们只要解 space part 一模一样 我们解一个就够了 那其他的呢 那因为其他有关系啊 我们就把这个 电厂跟市场的关系 那就是安培定律 跟撒拉定律 里面去找 原来是 有两组 有两组 EX跟BY 有关系 BX跟EY 有关系 于是我们就找一个来解 那个就叫做 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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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这里找出来 里头又有一些 电厂跟时长的比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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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这些关系就要找出来 所以如果在这里 你回去要整理一下 你就不要再提讨 哦 我从质证 如何的 可以得到 Incomogeneous 就是GENIUS VACTORY HALMOUS EQUATION 再來就是得到 譬如說 寫出資金 CHOICE TAX DETERMIN 再來就看這個 CURRENDIANCE的 那就是自由空間 自由空間是最簡單的 對不對 最簡單的 然後你把這個整套 你寫一遍 你就有一個印象了 現在我講的 假如說你也不複習也不怎麼樣 你到下一章就聽不懂 你如果把它整理一下 你記得牢牢的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了 我今天講的這個 你聽了 它就變成你的資本 你就多下這麼一點 你回去把這個寫出來 當作你的一個報告 我有時候會抽查 叫你小朋友看看 回去要做 還有這種興趣 因為不這樣子 聽了半天等於 用的耳朵進去 左邊耳朵出來 我們學中第一天要學一個效果 對 好 我們聽到他們這裡 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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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